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周的周报上周了因为有一些个人生活方面特别的情况所以没有录 这次我一般是不喝酒的但是这次就没办法先自罚一口 这周的新闻比较多我就跟大家更多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吧 因为有些资讯类的大家其实很多也都了解了更多想必要 大家交流一下观点仅此而已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没有给钱 第一就是三星了其实在上周了就发了他一个下一代的OLED 甚至是屏下的屏幕多种的形态全面的覆盖 那你从这个卷轴屏到17寸的笔记本的折叠屏 然后S型的这种手机类似的这种合体的折叠屏 然后笔记本电脑上面的屏下摄像头 那从我来看了其实大家现在基本都可以了解到现在屏幕的形态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CPU那可能就是ARM台积电啊 这些主要的生产就掌握在上面 那你我们说到屏幕的话 现在几乎所有的手机的高端屏幕 你要想做折叠做什么 都是由三星来提供的 尤其是这种比较好的 那从这个折叠形态 可以说比如说我们的华星光电 京东方确实在追赶 但是从产线从技术 从很多角度来看 基本上都是用的三星韩国或者日本的这种 因为设备都是从人家那 生产设备都是从人家那拿的嘛 所以屏幕这块并不是要望之菲薄 其实现在国内的有一些偏旗舰或者旗舰的机型 已经在用我们京东方和华星光电了 但是从这个领先程度和这个形态上面来看 目前还是要去看三星 所以这个三星其实给全行业做了一个展示 我三星的屏幕屏下摄像头折叠 你们想搞啥我都可以给你搞 因为三星其实现在它手机的利润并没有那么太夸张 可以说它屏幕那块 包括尤其在大陆吧 我们中国大陆地区 包括全球吧 这个好像说的有点不太对 其实没有不对 在我们的中国大陆地区 那么三星的话 它其实手机卖的并不咋地 在我们的中国的台湾 香港澳门这些地方 它手机可能卖的不错 但是在大陆地区它手机卖的一般 然后它主要赚钱是什么呢 靠显示器啊 存储啊 这些零部件啊 其实三星是很赚钱的 好下一条 那就是我们来讲苹果 Apple Music的音质已经升级到了 比如说数字母带和这种了 但是很多朋友听了感觉好像细腻程度 可能是一个2K跟4K 在手机上看不太出来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外放的设备耳机 其实对于一些搞Hifi 搞音质的来说 这些其实对它们来说就是听个响 对于那些玩高端的来说 那同时苹果的这个开发者6月8号 WWDC那个叫 近在眼前那个海报 这个就 我觉得是可能是未来 这段时间最劲爆的一点吧 就是说它这个 近在眼前 那就是 有没有可能 Apple Glass 苹果的这个AR的眼镜会发布呢 所以这个是我抱有一个高度的期待的 那如果苹果发布了这个的话 那么可以说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 其实美股有一个非常火的股票 它的概念就是元宇宙 那后来国内也炒了一下 那没炒起来 然后元宇宙这个概念 我觉得它可能会承载 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发展方向 和财富方向 所以如果说大家 有新的研究 搞研究 搞对于媒介 下一代互联网 或者内似的 比较关注 什么虚拟这一块的 VRMRR这些 它最后的一个形态 肯定是要接入一个 统一的图形的接口的 元宇宙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词 元宇宙 后面我找个时间来 专门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最近我也在写相关的论文 因为毕业还差一篇论文 我准备写元宇宙 下一条 骁龙778G 荣耀将首发 荣耀 这个还是 专门搞了一个东西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干翻了780G 在我而言 因为现在手机上 其实CPU的性能 在我看来 CPU好像性能并不是多短板 但是图形性能 CPU的性能 在手机上 有时候短板会大一点 这个778G 它是一个双集群的架构 4个1.8G盒子的A5小盒 加4个2.4G盒子的A78大盒 这个跟骁龙780G的三级群 它有4个A78来比的话 其实一跑分就知道 778G的会更好 就是778G的CPU更强 但是778G的GPU 它搭载的是 Aduino 642加了一个L 就这个L 它的GPU增强了比较多 同时它也支持LPDDR5 而这个780G 它只支持LPDDR4X 所以说 是一个挺不错的东西吧 就看荣耀 到时候要发的这个新款的机子 价格怎么样了 希望荣耀了 你独立出来之后了 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 因为对于这种现在 比如说最近嘛 Realme 这个性价比 打机子价格拉得非常低 Realme今年的任务 就是砸钱砸市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红米 刚刚发布的Lose 10 Pro 那性价比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 荣耀还是期待 它首发7G8G 能搞一个有性价比的东西出来 然后不要在有些地方阉割 那么我觉得还是会给大家做改观的 因为之前荣耀 那个40什么轻奢 什么版本 那个是挺拉口碑的 所以期待吧 荣耀这次能搞一点好货出来 下一条 哎呦 要说荣耀的爸爸华为了 先喝一口战术 战术这个保护一下 华为META VIEW发布了 META VIEW GT那个了 我觉得就是没什么特别讲的 但这个META VIEW这个智慧屏 我其实叫显示器了 我是觉得做的是挺不错的 整体来看 外形啊 整个的功能 包括我原来也是想冲的 3999还是4000多一些想冲的 包括在微博上什么超老师啊 这一些人 其实都是对于这个高度评价 但是 但是 这个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是HDMI 2.0和DP 1.2接口 所以它没有办法满足 它宣传的10比特的图像传输 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显示带宽的不够 比如说它如果是用HDMI 2.1 或者说是用了这个 当然你直接用雷电接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DP 1.2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去 你最高只能是8比特50赫兹刷新 或者说是 如果是DP连接的话 最高就是8比特60赫兹刷新 或者你砍半到30赫兹上10比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或者你把分辨率调到3600x2400 上10比特的60刷新 所以说 对它而言 就是一个接口插几十块钱的事 它没有用 但在宣传上面依然是一个10比特的状态 会让有些人 就是你跑不满嘛 因为你其实就是个接口的问题 其实整体这次华为真的做得挺好的 但在接口这又拉了一下 会让人觉得有点难受 又有点像吃到 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大餐 吃到一根头发一样 不然的话我肯定就冲了 其实这个屏幕 其他的都是做得挺好的 在接口这儿是有点难受的 那与此同时了 华为的智慧屏SE 4K1300万的前置 其实都挺好的一碰头屏 但是开机有广告 原来说的自己的智慧屏没广告 这个开机要有广告 所以我一直觉得华为如果在宣传上做好一点就好了 当然有时候宣传都会过了一点 下一条下一条 夏普 夏普这次还干了一个活儿 有点漂亮 AORUS R6 首发1英寸大底 目前来看我猜应该是那个索尼的SIMOS 但是目前这个SIMOS的型号还不知道 它的右侧是TOF镜头和激光对焦模块 6.6英寸的2K OLED屏幕 它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采用了1GZO 叫IGZO 这个怎么读 然后让先是显示率 动态的刷新率这些都更好 最关键的是它的峰值量都可以达到2000尼特 24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 所以说在屏幕这块是很黑科技的 那同时888LPDDR5UFS3.1 5000毫安的大电池 超声波屏下指纹 IP6568 基本上你可以看作是68级的一个防水 9.5毫米厚 207克重 其实这个重量还在接受的范围内 可以说它主要的就是没有一个多摄的一个系统 还是双摄吧 主要的看点就是这个大底 那这个大底的话 1英寸可以说已经往黑卡上面去 直接在硬件上面追平了 加上这个计算摄影 所以说还是比较期待的 如果可以的话 后面我们买一台 来给大家做做评测 看看跟我们这个安卓之光 GN2小米的这个 看一看怎么样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其实油测我预告了 但是油测了其实是一个掐了饭的 但是油测掐了饭了 我们还是有啥说啥 确实那部相机参与的表现的不错 但是它在剪辑风格和我们的自己上面干涉的比较多 所以不断的拖不断的拖 来回改来回改 我以为当晚就能发布的 所以我发了一个我在四姑尿山 那个后面是雪山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就只有拖嘛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拍的还是挺好的 我自己是比那个相机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在审核这儿要来回审来回审 反正我这儿有啥就说啥对吧 这儿要向大家道个歉 我自以为我的剪辑的风格和节奏在油测里面是比较好的 但是人家赞助了手机给了一点 就赞助了手机或者支援了一下 我们没办法只有尊重人家嘛 但是话说回来 内部手机从表现上来看 我觉得是可以和华为的旗舰基本打平的 甚至下一代就有可能超越 所以还是期待一波 下一条谷歌Io开发者大会 它发布了安卓12和新vios 安卓12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在质感主题颜色上面去做了一个 然后什么动画更流畅反应更快 电源效率更高 本来我们是刷了预览版的 我们还想给大家做个评测感受 但是预览版太拉垮了 我这就不说什么手机 是所有的预览版都拉垮 就这个的安卓12 你所有的手机去下下来就没法用 所以说就没有跟大家讲 但是安卓12 从整体来看的话 它会更清新 更清爽 畅快一点 所以也保持一个期待 那从目前来看 华为荣耀三星不在首批适配名单 但是三星Tizen和谷歌联合开发了新的vios 对全品牌开放 所以对vios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好的消息 包括魅族马上要发魅族时表 手表那个骁龙4100 还有这个 所以说手表智能穿戴这一两年 这个潮流是越来越强了 几乎家家都在做 包括后面要到来的AR的这个整个的设备大爆发 我们是属于前页 所以说谷歌它是作为提供底层软件技术的 还是作为这个更新来说 还是我抱有比较大的期待 下一条 联想小型新品发布会平板笔记本 笔记本这个大家配置啊 性能都看到了 在现在矿潮的这个情况下 它的价格卖的是不错的 而且性能各个发挥都很不错 但是问题在于 配置我就不说了 要抢买不到 肯定又是你才产品 所以说这个大家能抢 首发架就去抢吧 那这我要讲的就是它的平板 它有一个这个YogaPad Pro YogaPad Pro它主要的区别是可以挂起来 有一个东西可以腻可以挂 可以洗澡的时候 在外面挂个钩子往上面去看 所以它是一个主打一个多形态多场景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回到这个小型Pad Pro 2021 这个它的屏幕要比这个YogaPad要更好一些 但它卖得更便宜 首发架2499 然后870 LPDDR5 UFS3.1 对吧 11.5英寸的2.5K的OLED 90赫兹 100%的DCIP3 8600毫安的电池 再还有这个什么 尤其是这个JBL4扬声器 所以整体上来看 这个平板卖24999 还是非常值的 但是就要看联想的这个 系统做的怎么样了 比如说华为的MacPad Pro 你一度价格炒到五六千 那这个从性能配置上来看 我觉得不输华为 所以这是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应该会买一个回来跟华为Mac Pro做一个评测看看联想在平板的在系统上有什么地方还要再改进一下那么这个华为的那个价格是不是虚高或者说他有做的很好的地方在鸿蒙那儿因为那个价格相对前段时间炒得很高我们就没买没那个而且发布了比较久了啊所以说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评测这个肯定要做的啊好下一条酷� 再回归新机酷二零壮年红明露的时 抢先一天发布而且在相机啊整体上看上还有点像 其实我觉得现在酷派啊精力啊还有些什么什么躲维啊这些机子就基本上往山寨碰瓷的路线上去走 因为他实际上出货量也出不了什么 就打这个热度打这个擦边球在一些电商平台或者说什么微商平台或者说什么直播带货里面去卖一卖 或者说什么线下里面去卖一卖 他呢是这个Henio G80 处理器是红米9的同款 6.52英寸60赫兹的刷新率LCD4500毫安 5V2A现在看到比较少了哈 5V2A充电 8.65毫米厚重200克玻璃机身 对吧3.5毫米耳机接口售价699 这个机子呢你也说不上他多坑 然后就是有点莫名的状态 红米诺10 然后还提前一天发 然后看着有点像 然后他的命名是酷20比10好像更高一点 好吧 好 下一条那个 这个 我们那个红米诺10pro这个 机子发了嘛 当然这个是首发 我们只是拿到机子我们并没有掐饭 大家 饭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掐 不要就觉得没有标消费者说就是掐饭 那不是掐饭 哪有那么多饭掐 如果是那样我还说他怎么大塑料 说他一些问题吗 不可能给你说的 所以视频还是要看 这个的话 我觉得红米诺10pro是比较值的 和realme相比的话 我觉得 我更偏向于红米这边一点 当然有些人觉得 那realme便宜了100块钱 或者怎么样 更愿意买realme 当然这个是大家的自由嘛 对吧 或者你觉得realme的这个系统好用一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 常识来说 我觉得 小米的系统会相对好用一点 那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 卢伟斌在发布会上立了一个flag 要在乡镇市场开1万家小米之家 其实之前小米之家有一些投资者 开小米这个 小店的 有些人其实是亏了钱的 那 这一次呢不知道这一波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潜藏的一些机会就是 小米可能在他的线下的分销体系要去铺 小米的产品呢基本上都是 其实各家渠道都一样 好卖的机制搭不好卖的机制 然后搭然后给你压祸或者怎么样 只要不要弄得太恶心就行 那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 可能会有机会 但是 如果说小米 线下的机型 它开发的更好一些 那可能线上的机型有些就没什么货或者没什么利润 当然小米有可能想推它的智能家居或者整套的东西 所以小米之家 1万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吧 甚至小米的股 也 最近了也被移除掉了这个清单 严格上来说它是胜诉的 就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法院颁布了最终判决 就是美国国防部这个的认定 正式撤销了这个限制 这个限制的最主要的 原因就是 对美国的投资人 他的钱可以买小米股票了 那在原先的这个叫 投资者购买或持有公司证券的这个 限令黑名单 就是美国的投资人不能买小米的股票 所以当时这个一出来 那那你就得撤出 小米的股票就把它卖掉 所以一度产生了比较多的卖盘 小米的股价很跌 那现在小米的股价又涨 又涨了一点 哈 所以说 嗯 怎么说了小米的股价 我觉得中长期还是相对看好吧 好 下一条 特斯拉在中国建数据中心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之前包括特斯拉受到很多限制 甚至有一些 稍微敏感 甚至不太敏感的地方都挂出来了 特斯拉不得入内 所以这个对特斯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包括特斯拉 怎么讲了 这个之前苹果把数据中心建在了 云上贵州嘛 所以 基本上对国家安全来说 这个肯定是要相对 早落在手里面的 所以在中国建立这个数据中心 我觉得 特斯拉会 会为后面的这个中国市场 包括一些 你比如说你买个特斯拉 这儿不让你进 那儿不让你进 你多难受嘛 但对于现在来说 其实现在这个 卫星这个 这么发达 其实该拍到都拍到 但是对于这种立体的 它拍到的是 从上往下的 更多是一个二维的信息 那对于一些地方 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风险 但是如果这个风险确立了 那中国的汽车 往美国 外国卖 那你也要受到这个限制 所以那就互相建立壁垒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各自的国家去建立数据中心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解除掉这一方面的限制 不然大家就 你逆壁垒 我逆壁垒 我提防你 你提防我 那就没法搞了 所以这个是必须的 存储在境内嘛 然后有些数据本土化 所以这些东西也在倒逼着特斯拉去做一个开放 其实消费者 或者说 国家在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好事 下一条 暗门发布V9体系架构 万年 A5终于更新啦 这个Kortex X2 相比X1的性能提高了16% 那具体上来说的就是Kortex 比如说这个A710 那比这个A78 那这个性能提升10% 能效提升30% 关键在于这个Machine Learning 这个机器学习提升了100% 那这个A510 相比A55了 性能提高 性能提高 录了多长时间了 性能提高30% 能效提高20% 机器学习 暴增3倍 接近A73的水平了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GPU这块 那马力的这个710 那个610 510 310 它主要的在于这个机器学习的提升 所以这一块了 它在能耗上面没有 但是在机器学习上的提升很大 所以这个就为我们 其实现在相机主打的就是相机拍照 美颜 好看 什么多少个侦测点 拿这些卖点噱头在相机上 那这个机器学习就可以帮助相机 在更好的计算摄影上面 去做一个更好的东西 好 那下转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了 USB-C 接口升级 这个真的是我们数码爱好者 或者说是搞电脑 搞手机 我们的用户很大的一个福音 充电功率 从100瓦提高到240瓦 就可以为游戏本去供电了 你可以想象吗 因为很多游戏本就大概在200多瓦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USB-C口 走天下 那这个既然提到240瓦 我们手机的最快的充电功率 会不会也要提到240瓦了 那这样我们充电的时间 一部手机 会不会 压缩到10分钟以内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要看到一个电池 新材料新技术 的商用 能不能尽快跟上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真的是一个街头 无论是你的电脑 游戏本 所有的东西都 走天下 然后这个再给苹果 的Lightning接口 敲响了上钟 那苹果 其实挺双标的 你比如说这个 手机上他还用 但在电脑上 比iPad上面 对吧 入门款的还是用Lightning 但他高配的 或者卖的很好的 都用了 这个 USB-C 那你高配肯定用更好的 你就变相承认了 USB-C比你的Lightning更好 对吧 但是你又在自己的这上面 一直在用 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 消费者是知道的 苹果也是知道的 但是 有些东西他要这样搞 就是出于利益 当然他 又有什么借口 所以这种倒逼 我希望苹果也得换 就大家都换 以后的借口 包括我们买一些智能家居 或者小东西 他后面用microUSB 那种 转接头 就那种 其实现在很多都没那个线了 所以我真的会期待 在未来的一两年 两三年 就全部都是Type-C 无论你是高功率还是低功率的 它自己内部有芯片 可以识别嘛 哪怕你充一个 甚至手环 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要你都 这个 功率 它能识别出来 能更低 能去充电就完了 就真的要一个充电头 去走天下 一个接口 去走天下 是真的一个比较爽的 一个事情 甚至我觉得USBA 也在慢慢去做淘汰 但目前USBA 无论你是说 这个硬盘啊 还有什么东西都会比较便宜 这个需要整个产业去做跟进 所以说我们期待吧 这个是一个 挺好的事情 然后 就没有什么太多了 我也 发了动态问了一下大家 大家想看啥 最近可以说 也不是最近吧 就是 其实现在的整个的数码圈的状态 跟几年前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基本上没有谁不掐饭了 很少啊 就只有那么两三个人 能掐而不掐 不是说我还没几万粉丝 就我不掐饭 我不掐饭 因为没人找你掐 我也掐 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 而是说现在整个数码圈都偏 泛化了 无论你是在社交媒体平台 或者说视频平台 那都是动态一刷起来 就完全泛化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想 再做点什么样的内容吧 跟大家来多讲一讲看一看 因为完全泛化 那就变成了 最后就变成一个钱的事 如果说单纯的为赚钱 做数码 就 其实大家也挺伤心的 很多号也 原来做数码的也不做了 或者怎么样 如果是单纯为了赚钱 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所以我更多还是想跟大家交朋友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 你懂的 大家的支持 是我们持续创作的 最大鼓励 没关注的朋友 随缘关注 我们有缘 有缘关注 我们随缘更新 好 那我们 下周牛晚 不见不散 对不起啊 上周 那个 脱根了 没根 所以很多人吹 对不起 我再喝一个 搞得了 我 herb 谁来as 那些 我錶 如你 土